小汤,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部门亲动事,小趴 你好 小趴是个外国人 你们部门都有外国人了,哪个国家呢 外国 他说外国 对 外国 假如我是外国人 六点了,我改下班了 今天好像要加班呢,小趴不用加 为什么,我已经连续午天通宵了 小趴是外国人,他们外国人很讲究工作时长的 对,在我们外国,我们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 有道理 那你回家吧,快,那我先走了 你们要假如工作,努力哦 今天该叫PPT了,小趴你做咋样呢 我的PPT不见了,招不到了 都别忙活了,小趴的PPT招不到了 大家赶紧帮忙找一找,厕所,拉线桶都翻点分 刚才扔外卖是不是得扔回去了 哎呀 外国有人的PPT在咱们这儿丢了,传出去可不好 那我们给他做一个吧,对 我做第一 我做第二,我做最后一 小趴,你的PPT找到了 啥 这么灰 哎,你知道吗,钱财小刘的老公哦,吃乱饭的呢 哎,小趴,你老公哪里人 哦,我的丈夫是中国人,习案的 哇,那他应该赚很多吧 我赚的比他多寒多 你看人老外啊,就是不怎么在乎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比较在乎那些精神上啊,情感上的东西 这什么垃圾方案啊,啊 我把这个拿给我老板看,他肯定骂我 同座 这个方案啊,出自我司的设计总监Papi Zhang女士 外国人的思维啊,跟我们不太一样 不然我让他给您解释一下 是我做的 啊,那不用了 这外国人专业信我们心里都有数 你们在PPT的第一页,标注一下你们设计总监的英文全名 扣呼标一下国籍,我去给我们老板看 说完Q 我不喜欢炫技的 你以为你很牛吗?放下你的身段吧 把英文说转了再来 像一个 Oh baby,情话多说一遍 想我就多看一眼 太牛了,太牛了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表演 加入我的战队 我带你领略发现音乐的美妙 Thank you, thank you 我爱中文歌 I'll say this is Chin Chin This is Poppy John Oh, she is from Y2 Really? 吃吧 Hi Where are you from?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China? 我很久没有去外国了 我已经忘记英文应该这么说了 我爱吃拱包鸡丁和麻辣火锅 中国食物最好吃 哇 在中国就要说中国话 对,对,你学,学着点啊 麻辣火锅最好吃 老前们同意的给我点个赞 OK OK